这个叫做柯源的男孩已经七岁了 他也是福利院中年龄最大的孩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被收养的几率越来越小 那么他最终是否能够有人愿意收养他呢 是否能有一个家呢 柯源是个特别特别懂事的一个孩子 他是个大哥的书 他很聪明 他会帮助你 他会心疼你 就快点来吧 耐心得戴 他生下来因为先天没有耳朵 同时听力有障碍 而被亲生父母一气 你的耳朵怎么拉 他会说 曾经姐姐他们说我没有耳朵 我说没关系 我们只是生病了 我们病好了 我们就有耳朵了 因为你没办法跟他怎么去解释 柯源最喜欢画的画 就是画飞机 因为其他的小朋友们都是坐飞机走的 他也期待着自己能有一天也坐上飞机 飞向一个温暖的家 在工作人员的努力推荐之下 终于有一对新加坡的夫妇愿意收养柯源了 等我跟他说柯源你有家了 他看到我 真的吗 真的吗 从来没有见他笑得这么幸福 因为收养程序还要历时将近十个月的时间 柯源每天都在数着日子 等着爸爸妈妈来接他 亲爱的柯源 现在的北京很冷了吗 等待的日子一定很难熬吧 对于我们也一样 但是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 不是吗 你在学校要认真地学习英语和数学 我也正在努力地学习中文 爱你的妈妈 是妈妈写给你的 嗯 妈妈 对 期盼已久的这一天 终于到来了 科员也依依不舍地与福利院的小伙伴们与老师们告别 当见到新父母时 科员雀跃着飞奔过去 亲切地喊着爸爸妈妈 拉着他们看着看哪 似乎在向世界宣告 我也有爸爸妈妈 所有人也都为科员喜极而泣 但是当意识到真的要离开的时候 此时的科员却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这泪水里包含了太多的情感 有等待 有失落 有委屈 也有希望和喜悦 让这个小男孩在父亲的怀里尽情地宣泄着 科员也终于坐上了他心心念念的飞机 兴奋地手舞足蹈 在飞机的目的地新加坡 等待科员的是哥哥姐姐和亲人们的迎接 在爱的召唤下 科员也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 科员是幸运的 然而在福利院中 其他的残疾孩子们还在焦急地等待着被收养 每年依然有大量的 一出生就有缺陷的孩子被遗弃 这是一个残酷又痛心的现实 也真心祝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被善待 被爱护 都能有一个爱他们的家